有三層一五打 極力六支全雷打 41分打點 昨天還打出了全雷打這一棒 周外野方向落地形成安打 原本在一雷的跑者不害民上到了二壘 哇 居姿域的境況非常好 掉六分還可以逃過敗戰 這顆球被陸府撈起來 打到周外野方向 像是變了新的女朋友回不來了 三分打點的全雷打 陸府本季個人第20號的全雷打 前面才說春雨灿被打全雷打的機率真的太高了 三個月的時間 還是等他歸隊 這個球 二壘手怎麼守在那裡 哇 這個特殊的固陣啊 孫中仁 直接幾乎站在二壘壘包的正後方 球數還領先 結果這顆球被打中了 中右外野方向射在牆上 一直深遠的安打 哇 球數領先兩好一壞 被巨姿域這一棒 兩分打點的二的安打 巨姿域的境況真的是好 一下變5比0了 外角球勉強勾過來 三壘一手 Garcia接到 行星先傳一壘 刺殺了Roof 形成了一出局 21.2局 總共才失掉了4分 4分自責分 防禦率是1.66 哇呀 到壘 金宣坤 本季第十二次的到壘成功 三壘一手 哇 Nice play Gasiyah 三壘一手古巴基的Gasiyah 一個Nice play 就是類似這種 你說他控球好不好 但是你要等他的時候 他又丟得進來 有江南這一幫 打出了紫外野方向 直擊群內打強的安打 哇 這場比賽LG的第一局的安打出現了 可是這個LG一路被壓制 借外球 哇 差一點點接到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Roof 人高手長 這顆球的落點是在牆外了啦 看他有沒有能夠撈到而已 回棒落空被三陣 但這邊的道壘呢 抓到了 劉江南這次抓到了 所以這是一個雙殺手 打者被三陣 跑者道壘失敗 兩好三壞 見我 大叔 又被小弟 給三陣了 原先的習慣改變了 度太大的話 你那個角勢比較提早撐了 所以這個都有影響 哇 這顆滑球 使得LUF 揮棒落空遭到三陣 中方三星師是5比0領先 將明昊上來之後 這一棒轟到左眼方向 兩分打點的全雷達 哇 這個球沒有出棒啊 被拉掉 三個球問了三聲好 早安晚晚安 請回去休息 輪到的是劉江南 打第一顆球 哇 散了一球 哇 散了一球 李元席 都擋下來了 但是沒有接到 還在地上打了一個滾 也沒得傳呢 有去被抖山逆轉的那場比賽 哇 這個球打出了右外野方向啊 蒲海明 上到了二壘 哇 這顆球 李元席一棒又掃到了紫外野方向 三分打點全雷達 李元席本季個人第15轟 第15支全雷達 哇 比善坤整體的上雷率也有高達3成81 哇 這一棒又是打得很扎實 直擊左外野的全雷打強 哇 陸服 從一壘出發 回到本壘得分 11比0 哇 回一棒落空啊 普隆澤 這一次還三球三陣 其實也蠻好的球 他沒有回 結果這個球要有雙殺的機會了 6-4-3 結果反而打了一個雙殺打 休息兩天 今天再出來投 這個球右外野方向飛球 右外野手 蔡恩成幾乎連動都沒有動 就站在原來的位置把這個飛球接殺 出局的是第八棒的孫周忍 包含前一場比賽 這顆球真的是開賣了 金仙珠 很想用 至少用安打來幫忙球隊提振士氣 但是打得很常見被三壘手給接殺 打得非常常勁 三壘手 也還投不滿三輪 因為有的時候會考慮到投滿三輪以後來換 這個時候也沒有 而且他剛剛金錢珠對他打得又很不順 所以我想大概考慮應該就是這一點而已 這個時候LG的蔡恩成 一棒轟出了左外野方向的楊春全雷打 蔡恩成 這支楊春炮來振奮士氣了 以及三分之二局 前一場出賽頭的一局都沒有再失分 這個球強西安打 投手大概也是 剛剛換的大概也是這個意思 這邊呢是三球三陣 對 彩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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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彩虹一樣 哇 在一個低角度的 三陣釣釣釣釣釣釣 三陣釣釣釣釣 胡漢依也是39歲的老將 這一個反方向的飛球 喔呦 左外野手李天雄 撞刀牆 那個總教練的頭上 是 胡漢依也落地的安打 然後蔡恩成 今天打過一支拳雷打 兩好兩壞兩出局 三雷手接到這個球過來 踩三來雷包 比賽結束 這場比賽最後的結果是 客隊三星師隊以11比1 十分之差 擊敗了主場的劉基 中文青 辯例 請我們下次見 看見 臣 明星期五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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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